我們要做荷爾蒙治療有兩個策略 我剛剛有說子激素對乳癌是不好的 我們怎麼樣去降低子激素對乳癌的影響 也就是荷爾蒙治療的作用 第一個 阻斷荷爾蒙受體 就是說你讓卵巢或者荒香荒莓 你就讓它去製造荷爾蒙 沒關係 你讓它去製造荷爾蒙 讓它去做沒關係 但是你就在乳癌癌細胞的受體那裡 把它阻斷 讓它沒有辦法 這個手套沒有辦法去捕捉這個子激素 了解 這是一個辦法 這個就是泰摩西文 泰摩西文是阻斷 讓你卵巢去製造荷爾蒙 沒關係 但是我就在那個受體的地方把它佔據 然後這個受體就沒有辦法去捕捉女性荷爾蒙 另外呢 是減少荷爾蒙的產生 怎麼樣減少 在停經前呢 可以打這個停經針 像這個諾雷德這樣打停經針 打了之後 它就軟巢功能就下降 它暫時就不製造女性荷爾蒙 那停經後呢 我剛剛有說 荒香荒美是在這些肌肉 脂肪裡面製造 從男性荷爾蒙製造女性荷爾蒙 那如果有這個抑制劑 就是說抑制這個酶 你不要再轉換了 那這個女性的這個 血液中的女性荷爾蒙會下降到剩下百分之一 有這個激轉 所以像這個泰莫細分的激轉 它的作用的激轉 是 這個泰莫細分 它的激轉 我在這裡 這是泰莫細分 這個 這個就是荷爾蒙受體 這個缺口呢 跟這個泰莫細分 它長得有點像 有點像這個子激素 所以會騙過這個荷爾蒙受體 讓它去捕捉到這個泰莫細分 捕捉到之後 結合了之後 這個受體呢 被占據之後 它就不會再去接受子激素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激轉 那荒香荒美抑制劑的作用 我就剛剛也稍微提到這個 我們知道荒香荒美是在 雄性激素轉換為子激素 它的作用是 抑制這個煤 你不要再轉換了 打傷 你不要再轉換了 不要轉換 終端產物就沒有產生 它就沒有製造出子激素來 那這個停經針的作用激轉呢 它是作用在腦下垂體這裡 腦下垂體本來會 昏泌這個荷爾蒙 去刺激卵巢的時候 你開始工作 你昏泌比較多的子激素 這個針打下來 從這裡阻斷掉 暖潮就沒有接受到命令 它就減少 抑制這個子激素的昏泌 是透過這樣子的停經針的激轉 這個荷爾蒙治療的三種治劑比較常見的 就是說 等一下也會 因為 等一下也會講說用多久的時候 兩種藥三種藥都會用到 所以要特別再解釋一下 有碳膜區分 有方向和美抑制劑 有停經針 碳膜區分會減血成T 這個碳膜區分用有什麼時候 停經前可以用 停經後也可以用 方向和美抑制劑整用在停經後 為什麼 如果你在停經前用方向和美抑制劑 你把肌肉脂肪這些方向和美抑制劑 叫它不要換 從雄性激素長到 但是 它沒有管到卵巢 卵巢製造一大堆 了解 所以 停經前的人 你用這個沒有效 沒有用 除非 你搭配停經針 因為停經針又讓卵巢不分泌子激素 這個時候 你再搭配 使用這個你就可以了 停經針 當然是用停經前 已經停經針 為什麼在打停經針 在基本使用的時機 那 那 那 停經前可以使用哪些藥 停經後可以使用哪些藥 我們先看停經後 你就知道說 不用打停經針 缺少停經針 它可以使用它們 也可以使用方向和美抑制劑 停經前就更靈活了 它當然不可以單獨使用方向和美抑制劑 剛剛我有說了 你可以使用泰摩西溫 那也可以使用泰摩西溫 再加上停經針 這個等一下我們就是要討論的 是不是越多越好 就是兩個搭在一起有沒有越好 這個 停經前也可以 如果你有打了停經針之後 你也可以搭配方向和美抑制劑 這樣子 這個也是兩種藥搭在一起 是越多越好嗎 越多越好嗎 等一下我們看 但是呢 我要講說 越多越好或者越久越好之前 我們也要了解這些藥的副作用 為什麼 如果每種藥都沒有副作用 那你沒有關係 你就是 吃越咕嚕好 吃越多越好 但是就是因為有這些副作用 所以你就必須衡量 它的好處是什麼 壞處是什麼 天秤這樣就好 我們做一個最後的決定 說要用不用 這樣子 泰摩西溫呢 最被過病的副作用就是子宮內膜癌 我剛剛有說 子宮裡面有荷姆塑體 所以你吃了泰摩西溫之後 它會作用在子宮內膜 所以在吃泰摩西溫的人 他的內膜就一直增生 到最後有千分之二的人 會產生子宮內膜癌 那我的病人裡面 就有 我想差不多有 差不多十個左右的已經造成 因為我已經開過幾千個病人 差不多十個產生子宮內膜癌 是真的會產生 那我 我的女兒是念公共衛生 她的那個 在美國的那個碩士 就是用這個泰摩西溫 台灣人 吃了泰摩西溫之後 造成子宮內膜癌的比例 跟吃的年限 三年四年 兩年三年四年 是有差異的人 就是說真的會產生這種 比例多大 在外國的統計是千分之二 那用了十年的時候 等一下會看千分之四 所以真的會產生 再來 那這些副作用也不提 方向分明之一 最被詬病的是 骨鬆 或是蘇鬆 那另外 動脈酸碎 會造成心臟病的影響 這些都有 那停經症當然就是更年期症候 這些也都會有更年期症候 這兩個都會 所以要衡量 解釋 解釋 我们下期再见